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的DUAL LENS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大家晚安啊 都吃飽 天氣變冷了 又下雨 注意行車安全好不好 中古車有所謂的拋售潮 在某些特定車型或車靈的時候 有啊 第一個是除了它有通病以外 第二個還有就是它的新款車出來了 例如最近出來非常多的Model 3 因為Model Y很多人訂 陸續要交車 所以最近Model 3應該是有幫助 應該是有掉價 我跟你講最近什麼車都掉價啦 我認真講 最近什麼車都掉價 而且掉的非常兇 我只能跟你說掉的非常兇 非常非常兇 現在以二手車商來講 大家都在比看看誰的本比較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車便宜 你要有錢買 你要有地方放 所以本月初的現在正式買便宜車的時候 本錢購出就是現在入場的時候了 但是現在入場跟叫你現在買台積電是一樣意思的喔 你知道嗎 我說的是二手車啦 新車漲11萬 那個人家大公司不怕你不買哪有差啊 我現在說是二手車喔 你現在狂收便宜的二手車跟叫你現在去買台積電是一樣意思的 你沒有辦法預計他是要漲還是繼續跌 因為你根本就不知道 未來的市場狀況是怎樣 你真的不知道 本初你敢收 你現在就出手 搞不好你有機會賺一波 但是你也有機會掛一波 這個很難確定 我跟你講現在就是賺風險財的時候了 好不好 如果你膽子夠大跟他拼了 你有機會 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樣 不是住套房就是上天堂 一翻兩瞪眼 沒有人能夠預測啊 能預測嗎 現在經濟狀況 我是不知道啦 搞不好很多老師 老師那些老師都要預測 我是沒辦法預測啦 就算有人預測跟你說 我跟你講現在買就對了 現在入場就對了 你敢聽嗎 你敢信嗎 那又是一個問題了嘛 對不對 現在的資訊混雜到你已經不知道誰說的是真的 有沒有 有人說他五年內 總控要犯台 有沒有 有人說不會打 放心 他還是喊一喊而已 這很難說 你要聽誰的 你現在有沒有 又有人說房價快崩盤 不一定 到底會崩嗎 真的有崩嗎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沒有人有把握 每個都有信心 每個出來講的都很有信心 但每個也都很沒有把握 你們沒有這種感覺嗎 現在的資訊混雜到你不知道 哪個新聞是可以聽的 哪個新聞是不能聽的 所以大家也要懂得去分辨 現在有很多的東西出來講 他有沒有可能是炒作 有沒有可能是帶風向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HRV現在還可以訂嗎 他不是第四季不做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HRV要等多久好不好 3月到4月 很久呢 我訂一台車我真的等不了 像這樣訂一台車 你看像我訂那個胎抗有沒有 說14個月 我真的等不了 你現在11月你訂一台車 要到明年3月4月 我都覺得我好像會變心耶 對不對 我搞不好中間又出了更棒的車 更好的車 對不對 我就變心了 對不對 做法顧到 我撞不到啊 我就需要車啊 對不對 有出了一個配備更好的 更帥的 對不對 我就買別的啦 我是等不下去啊 我是覺得我會變心啊 可能這個購買習慣問題吧 我買東西我都習慣買現貨 比較貴沒關係 我就習慣買現貨 我是這樣啦 就像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那個 你要去買外匯車 就去買現車 人家已經進來的 我就不喜歡去預訂 然後在那邊等 等他運進來 然後又驗車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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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看到東西 我就訂了 那種感覺 我覺得怪怪的 可能我比較老年人的心態 那順便講到這個 等新車有沒有 Toyota今天宣布 接下來交車只給一支晶片鑰匙 太屌了 你收拾就想說不要掉 你想想看 他一年賣多少台車 一台車少一支晶片鑰匙 幾千塊 他賣多少台車 你乘上去 你就知道 就可以多收益多少錢 對不對 這邊起價 這邊在降成本 好 我跟你說 漂亮 好 那錢就出來了 我跟你說 這才是一個企業精神 我跟你說真的 你們沒這樣想真的 沒怪 你們沒辦法做生意 隨便弄一下 這邊漲一下 那邊省一下 那一來一往 在乘上他們每年賣的車子的數量 你去算算看 還有日幣貶值耶 我跟你說 這都不用說 沒有 我認真講 這個沒有什麼 我倒覺得這個議題沒有什麼 不正確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這沒有什麼不正確的地方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現在在談論的這個 少一次金面鑰匙或是漲價這件事情 我一點都不覺得企業有問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個是一個自由的經濟市場 要起價 要生本都是他的事情 你們買不買單才是你們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個做法不能說是不對的 我不認為是不對的 你站在一個企業的精神 他們就是有他們自己需要的利潤嘛 他們要營運嘛 我覺得他們下的決策都是合理的 這是市場決定的 對不對 一台亞利斯買不到120萬也是他的事 一台Vios買不到90萬也是他的事 真的 真的都是他 他都可以決定的 那是他的公司 對不對 他們要生存要營運 所以我剛剛在講這些東西 什麼掃晶片鑰匙省錢或是漲價 我真的覺得那一點錯都沒有 真的一點錯都沒有 對不對 然後你消費者你可以反應 你可以不爽 你可以賭藍 你可以欣然接受 那都是你們消費者自己的選擇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很合理的吧 所以我常要講一件事情嘛 我就覺得為什麼每次 譬如說胡鬚章要漲價 新聞就出來說 胡鬚章好貴什麼什麼 然後下面就很多人說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 對啊 就不要吃就好啦 你覺得他貴你就不要吃啊 覺得他香就會去吃啊 不是這樣嗎 你若是胡鬚章漲價 政府要查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胡鬚章不能去給 他又沒有壟斷市場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能漲價 他想賺多一點 他一碗滷肉飯 想要賣一碗賺八碗 都他的事情 你有沒有便宜滷肉飯可以吃 有啊 你有沒有其他滷肉飯可以吃 有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人家不能漲價 到現在我也覺得很奇怪 阿長賢洲也是啊 我就是要賣這樣啊 為什麼不行 我如果有繳稅 我到底為什麼我一碗賢洲 不能賣300 到底為什麼 我什麼沒有啊 有人就說 西門金峰比胡鬚好吃 那就正合理嘛 你覺得胡鬚貴 你覺得西門金峰好吃 你去吃西門金峰 很簡單啊 他又沒有壟斷市場 對不對 你說Toyota不能去賣也可以啊 他不能生錢也可以啊 你買你就買啊 你外賣你買爸爸的啊 買比較少的啊 對不對 你買別的廠牌就好了啊 所以我上個禮拜來跟大家分享嘛 每個都說什麼缺金片要等半天等半天 有人說飢餓行銷啦 但是我坦白話講 現在我不認為車廠是在飢餓行銷 你知道為什麼 你想想看大家都在缺車呢 我現在可以隨高車我是賣爆 你像我家那個MG社團 每天都有人在乾乾叫說 我他媽的 我幾月就訂了 說什麼時候才能交車 到現在都還沒交車 他們是不是故意的 他們是不是飢餓行銷 我還說沒那麼白痴啊 現在大家都沒車 只有我車一大堆可以交 我當然希望趁現在大家沒車 我快點丟出來賣越多越好 如果我是MG的話我就這樣做嘛 我還在跟你飢餓慢慢一台一台交 沒有我要快點掃出來 我出貨錢快換回來快再做 現在大家都要等我不用等 所以我覺得那個 飢餓行銷這種說法 我是不認為啦 我是不認為啦 應該這個車廠有時候真的是 有受到一些影響 那可能有配額零件的配額 或是什麼我不知道 晶片的配額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像HRV第四季不做 就真的零件晶片不夠 他不想趕快做趕快交車嗎 他好歹也可以幹掉其他要等車的 對不對一定有這樣的人喔 我跟你講一定有這樣的人 假設你要買Kids或CX3 結果媽的都要等三個月五個月 欸幹HRV有限車 你買不買我就買HRV啊 鬧差他們也逼不得已啦 那個現在這個時機有車交我怎麼不交 對不對賓士 排隊也是排這麼久 難道他不希望趕快弄一堆車 趕快交車趕快賣嗎 他比你還想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啦 如果有說飢餓行銷 我是覺得應該沒那麼白癡啦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所以應該是真的有某些地方卡著 不然現在又在什麼時機 又在飢餓行什麼時機 有人要買我們趕快買啊 我又在那挑工慢慢出 因為我之前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我說這一兩個月都是賣出的數量少 買進的數量多 那所以真的現金流就會卡卡的 我藉的這個影片 也跟在那個網頁上詢問我要賣車 被我拒絕過的觀眾朋友 道歉一下 很多人都問我說為什麼不收 我這個車你為什麼不收 我說不是 因為沒錢收不是我不收 真的沒錢就沒辦法了 我很想要幫你收 但是我沒錢 導裝跟導陽哪個比較難過 我跟你講這是同時並存的 看是先導裝後導陽 還是先導陽後導裝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同時存在 所以時安你不用擔心太多 兩個會同時發生 這個不會只選一邊的好不好 對你們有 常常在看就知道 真的賣出數量變少了 就是整個銷售期會拉比較長 然後這個銷售數量也沒那麼快 而且我認真講 近期我有很多的車子都是 可能在去年 或者是之前 跟我們買車的客人 真的撐不下去 車又牽回來賣的 真的有蠻多是這樣的 但是也有換更好的車的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目前的經濟狀況 對於這個上班族比較沒有差 因為你們的時機不好 是你們的老闆在撐 對不對 你們還是薪水 你們覺得時機不好 你們薪水絕對不會減少 除非你是業務性質嘛 時機不好的 這個是老闆在時機不好 你們還是在領薪水 或者是你們之前可能先前已經有存個錢 除非你有在投資 你是業務性質 那你的薪水就會變少 但是我覺得主要都是做生意的 自己做生意的 自己是老闆的 會比較痛苦一點 那你像我 我就是做生意的 那我就比較痛苦 這資金卡在那邊我就痛苦 這很明顯 你看周遭一直要 車要賣的 你看時安也說 他在考慮要簽回來賣 真的蠻多的 可能前一年的這個經濟狀況比較好 台積電還在標股的時候 你看去年還好的時候 哇大家又買啊 我買賣路的 我買美女的 我買什麼 現在今年300多元 雙B的全部都簽出來賣 那你說有沒有人很多 升級Model Y的 有啊也很多啊 那Model Y也是 贏到傻面去 大家也是訂到不要不要的 都在等交車 有沒有沒影響的 有啊 有錢的也是有錢啊 好啦 就是在這邊跟那個 最近有被我拒絕到的 說聲不好意思啦 真的沒錢 作為台灣小車熱銷之夜 Toyota Yaris 明年第三季左右 像明年第三季還那麼久還一年 現在就在講 說不做了 成本售價考量 沒有日歸導路 所以要停產 不會啦 你不用擔心 他如果停產 他會出百貨 他怎麼可能放棄這個急劇的車 一定還會再有別的車吧 我猜啦 一年後的事情變完了 先跟你們講一波 看可不可以再賣一波庫存 先跟你搶明年第三季要停產 看可不可以再削一波庫存出去 是說這也沒庫存 這個都訂了才做 我用Toyota很厲害 他們現在都聽才有做 以前車子都做一堆 放在外面等著賣嘛 現在Toyota不一樣 Toyota很久以前他就改了 他只少量生產 接單生產 如果有接單沒交的 他很快就會有別的車主遞檢 所以你去Toyota訂車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講 這個小事哥我跟你講 現在銀色還有三台線車 黑色還有兩台線車 你要不要訂 就全省都去拉嘛 就被拉走就沒了 被拉走就排等生產 所以他們用這種方式有沒有 來降低他們生產成本 以前都做整堆的 放在那裡等人來買 他們這種是另外的一種 降低成本的方式 我記得從疫情開始之前 還是疫情那時候 好像是疫情嗎 很久了啦 反正我記得他們 採用這種方式很久了 對齁 我那個充電裝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好不好 我上個禮拜 如果你們有追蹤的話 我有發一個文 說我想要裝一個快充 在公司裝一個快充 因為因應嘛 我們常常會 買一些電動車回來 像我 我們現在也是有電動車 我們plug in 我有B4S 我有明爵 對不對 也可以擦 我還有禮服可以擦 以後難保我們還會再 買到這個其他的車型 那因為下面有很多人推薦 什麼 老英哥 有推薦 可是因為我們 也知道他那個 風品很好 那有沒有找到一個 想要這個 業務配合的 就等於說 看能不能給我們打個折 給我們一些優惠 然後我們拍個影片 來記錄我們做這個充電樁 第一個我們省一點成本 那第二個 也替這個 有在做充電樁的廠商 做一下廣告行銷 這樣子 大概是這種業務 互相 業務配合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去找說 你們有一些熱心的網友 推薦的這個廠商 因為 我也很不喜歡好像 去凹人家 對不對 我就希望說 我們有這個文章 那覺得有興趣可以接受 再找我們洽談 這樣子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解釋一下 當然我們真的有找到 有談妥 我們做這個充電樁廣告 我們也會打說 這個是有贊助 大家互相 那也謝謝很多熱心的推薦 有些會留說 你可以找我 可是我就不好意思去找你 我就希望說 你對業務配合有興趣的 那在私訊阿呆 我們再談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這邊要解釋一下 那講到TICON 我應該沒意外 我應該也會找個時間去退了 因為之前又有一個新聞有沒有 台中吧 還哪裡有一個TICON 他車主喝醉 在車上睡覺 結果他鑰匙被他朋友寄放在那個 社區的那個保全那邊嘛 結果他起來尿急 起來想尿尿 結果門打不開 從裡面打不開 然後他就狂按喇叭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 所以這個就符合我記得上次有一個新聞 也是一台TICON撞到 結果門打不開燒死 那我不知道他這個新聞的後來詳細是怎麼樣 我就大概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想一想 好吧 那電車這部分我就暫時先不要 這景氣也不好 我們就不要做那麼大的消費 所以我應該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我應該會找時間去退掉 比較喜歡以前的大慶還是現在的代理商 其實不太一樣 以前大慶是有國產 比較熱 現在就比較貴 現在都進口的 我是覺得有國產是好的 我是比較喜歡國產的 我坦白說 雖然我們常常在講進口的車比較好 可是我認真講 國產的車如果他有賣的比較便宜的話 當然是支持國產車 我認真講是這樣子 我真的認真講是這樣 為什麼我會去買明爵 你知道嗎 我先與其不論他零件從哪裡來的 我們就以國產就業機會來說 還有這個賣出來的價錢來說 其實再怎麼樣 只要車子本身是OK的 賣出來的價格有便宜 我覺得支持國產是很OK的 我真的認真講是這樣 他才是真的為我們台灣有帶來好處 就是買的人更便宜 然後提供工作機會 對不對 你如果一個國產人家進口進來 稅金扣一扣看 沒有比你國產的貴 有沒有我之前的影片我就講過這個問題了 我好像是馬三還是什麼 人家進來多少錢 你倒推回去關稅什麼小的 結果算起來配備比你國產的好 結果算起來比你便宜 我幹嘛買國產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記得我以前影片有比較過給大家聽 人家的用料人家的配備 什麼有的沒有的 回推扣掉關稅扣掉什麼 回推過來 看你國產的還沒這樣 我去買你國產要做什麼 這個就跟以前有很多人在說什麼 他媽的那個大陸的納字節 杜拜的納字節 都比台灣便宜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我記得以前有這個嘛 有沒有印象好像有吧 你的感覺就不好啊 我的理解是這樣啦 這個跟大家分享啦 我不懂啦 什麼補助什麼政府資源那個我都不知道 反正我的直覺就是這樣 對啊 如果是真的就業機會來講 內需對不對 我們也買的便宜 很多人都說什麼 韓國 滿街都是他們的自己的車 怎麼樣 那是你要看他們 賣他們自己國人多少錢啊 我沒有買 我都不愛國 那也不對吧 那是情緒勒索 有剩勒索嗎 你要看一下 人家的收入是多少 然後他們的車賣給他們的國民 多少錢 人家的GDP多少 他賣給他們的國民多少 我們的又是多少 我們要買一台車 國產車又是多少 你都這樣說就好了 來來來來 中場休息一下 白年歐式煞車品牌 值得你信賴 搜尋歐特市 是歐特市對不對 MAKOTO 欸 室內設計好不好 處理一下 你看我們現在連室內設計的乾爹就有了 阿刷大師 這個老乾爹了 老乾爹聽起來好像是辣椒的一種 老乾媽 他們 叫老乾爹 賣辣椒 阿刷大師 行車紀錄器 元氣健康枕 折扣馬 這個舒服 剛剛有人說他已經收到貨了 應該是不錯吧 我是覺得還不錯 可以調高低前後 然後他的那個枕頭也蠻舒服的 這個廠商來的時候 請他們提供那個測試報告 發生碰撞的時候 會不會傷警追悟的 他們有提供一些報告來 OK 我幫你推看看 就是這樣 好不好 這個有興趣用得到的 乾爹也要支持一下 好不好 元氣健康枕 出力解 出力解 這個也有要宣導一下好不好 上個禮拜 交通部新車需配備反光背心 右轉沒靠最外側罰600起跳 好不好 這個其實上禮拜我們直播 那一天沒有講到 這不是本來就要了嗎 明定汽車右轉 不是要切入外車道嗎 或右轉車道 這不是很正常嗎 否則要除以600元到1800元的罰款 新增第二類試車牌給汽車買賣 阿對 之後汽車買賣的業者 可以申請試車牌 這個對我們來講 對二手車來講是好處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試車牌 如果有一些車停時 我們可以省一些稅金 那客戶要試車 我們就用試車牌出去走就好了 如果可以申請這種合法的試車牌的話 之後我們可能還可以跟保險業者 去討論試車保險的問題 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公司的車這麼多台 每個客人來試車 我們真的不可能每台都買保險 我買了保險 我也不知道他幾天後賣掉了 保險又要退 來來去去 你知道嗎 沒有他現在是 是否車商專用的試車牌 我還不了解詳細的規範 我了解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反正應該就是我這個車商 我有試車牌 我就可以掛在車上出去做試車 這件事情 跟一般民眾的試車牌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直 就是你今天你去任何的二手商試車 絕對沒有一台車有保險 因為沒有辦法保險 我覺得再來可能要去跟這個 可以跟保險公司談看看 怎麼去做這個保險 好 接下來 重點喔 那個反光背心好不好 國外的車輛都有反光的服裝或背心 減少二次事故的成效 而且反光背心很便宜 所以再來就是這個 修正道安規則第39條 除了車輛的故障標誌以外 112年7月1號 明年的7月 新車申請的牌照檢驗項目 就要附這個反光背心服裝了 所以之後 他是說新車 所以舊車不一定要有 他是在講說 新車申請牌照 所以你去申請新車牌照的時候 檢驗項目裡面 他就要符合CNS15909高可見度服裝 或者是等同標準反光服裝背心 如果沒有配備驗車不會過 防止人員被撞 這樣比較安全 右轉那個本來就是不能魔鬼橫移了 我上面看一個行車紀錄器 有一個人慢車道走 有一台那個TOYOTACC 就這樣直接從這邊左轉 打方向燈左轉就撞下去了 然後那個女駕駛 CC撞到人家 直接鬼切橫移過來 那台下來說 我有打方向燈 擲喜了 你要 soccer妳幹嘛撞我 那女兒下來很兇 說我有打方向燈 看看 有打方向燈怎樣 就可以鬼之橫移這樣 小思哥反光背心可以當交轍禮 好喔我去問一下好了 要不要現在投資賣反光背心 現在開始籍資賣反光背心 把他的從對岸進一大堆來賣 國轉車上市前去講 強制公開AARTC撞擊測試怎麼看 很好啊 這對消費者來講是好的啊 不然外人我本來 我就覺得有什麼就是什麼 不要暗貪 公開就大家都公開啊 沒關係啊 我真的這樣覺得啊 有人在意那個數據漂不漂亮 有人就不會在意啊 今天我覺得這個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有人覺得 鬍鬚漲漲價不干我吃 我吃別間 我也覺得很好吃啊 有人覺得沒關係啊 我吃鬍鬚漲沒差 七十塊我沒差 所以我真的覺得 要公布就大家一起公布 那拿有什麼 對消費者是好事啊 MAKOTO SPECIAL DESIGN STUDIO 誠意を込めて 家作り 封氣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好啦拜拜 拜拜 大家晚安